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MA也再次重申 该疫苗整体益处大于风险 欧盟药品监管机构周三表示 发现阿斯利康疫苗与罕见的血栓存在可能性的联系 应该将异常血栓伴有血小板数量偏低 列为阿斯利康新冠疫苗非常罕见的副作用 但与此同时 该机构建议继续使用该疫苗 因为注射疫苗的益处仍然大于风险 报告的大多数病例都发生在接种疫苗后两周的60岁以下的女性中 但根据目前的证据 无法确定具体的危险因素 专家审查了数十起病例 专家审查了数十起病例 这些病例主要来自于英国和一些欧洲国家 大约有2500万人接种了阿斯利康疫苗 欧盟药品监管机构执行董事艾莫库克表示 应该将接种阿斯利康疫苗后报告的异常血栓病例 列为疫苗的可能副作用 欧洲药品管理局的药品警戒和风险评估委员会已经确认 阿斯利康疫苗在预防新冠病毒方面的益处 总体上超过了副作用的风险 欧盟药品监管机构 世界卫生组织和许多其他卫生当局一再表示 阿斯利康疫苗是安全有效的 其针对新冠病毒的保护作用超过了罕见的血栓风险 英国监管机构MHRA称 这种血栓风险极为罕见 大约每100万人中会出现一例 出于对阿斯利康新冠疫苗可能引发血栓的担忧 韩国政府决定暂时推迟原定于8日起开展的 全国特殊学校和幼小初高校工作人员的疫苗接种工作 并暂停对60岁以下人群接种阿斯利康新冠疫苗 纽约市长白思豪周三宣布 纽约市的海滩和游泳池将于今年夏天开放 纽约市长白思豪表示 所有8个纽约市的公共海滩将在5月29日星期六开始的 阵亡降时纪念日周末开放 同时在学校暑期放假的最后一天 即6月26日将开放48个室外公共游泳池 剩余的5个游泳池正在修复过程中 目前将暂时保持关闭状态 白思豪补充说 对此将会有更安全健康有效的安全措施 我们希望人们继续佩戴口罩 在此之前白思豪宣布 纽约市启动流动疫苗巴士 深入到社区为民众接种疫苗 从今天开始 将有一部疫苗巴士抵达华人居住的 布鲁克林日落公园地区 工作人员能提供英文中文和西班牙语的服务 白思豪表示 流动疫苗巴士专门服务于弱势群体 目前这支流动疫苗巴士队伍 由20部巴士组成 每部巴士一天能接种150到200剂疫苗 其他流动疫苗巴士地点 运营日期和时间将在近日公布 白思豪还宣布 从本周起 75岁长者无需预约 便可以到25个疫苗点接种疫苗 许多人不知道 国税局已将 今年4月15日的报税日期延后了 EMS于日前举行了视频演导会 邀请国税局专员讨论报税的最后期限 以及相关税法的问题 主讲嘉宾国税局工资及投资部门主管 肯科宾指出 今年报税截止日已延迟到5月17日 截止目前 国税局已经收到850万份报税单 处理了760万份 并发放了560万份退税 它说明银行直接存款 是目前最安全最快速的退税方法 所以民众应尽快备好资料 并使用电子报税 使用电子报税也较不容易出错 并能更快地领取到纾困金 另外 有领失业救济金的纳税人 2020年度报税时 有资格享有个人1200美元 或夫妻合报2400美元的失业金免税金额 国税局工资及投资部门的客户协助 及关系组主任苏西蒙表示 民众可到国税局官网查询详情 他特别强调 针对失业救济金和纾困金的诈骗层出不穷 有不少罪犯贸用国税局的名义 即电子邮件 或支援民众骗取个人资料 民众要警惕 不要点邮件链接 或不要回答此类电话 以免有心人士取得个人资料或财产 随着疫苗接种量的增加 加州冠状病毒的病例持续减少 州长纽森周二宣布 该州经济最早可能在6月15日再次完全开放 州长表示 该州的口罩禁令至少在短期内仍然有效 他称 这是疫苏病毒传播的最有力最重要的非药物的干预 美国人口最多的州在围近4000万居民接种疫苗方面 继续取得进展 截止周二 加州已管理的超过2000万剂疫苗 其中400万剂已送往受大流行影响最严重的市区 上周 该州向50岁以上所有人开放了疫苗资格 从4月15日开始 所有成年人都有资格注射疫苗 河滨郡卫生官员报告称 从周二上午10点开始 16岁及以上的人将被允许在郡运营管理的4家诊所获得COVID-19疫苗 16和17岁的青少年有资格使用辉瑞疫苗 但必须由法定监护人的父母陪同 年龄在18岁以上的人可以接种Moderna疫苗或强生疫苗 河滨大学卫生系统公共卫生部主任Kim表示 资格的扩大将使最后一批河滨郡成年居民获得接种疫苗的资格 使我们更趋于群体免疫 将疫苗带给我们已经能够看到病例增加的年轻人群 是向前迈出的一大步 追逐梦想 城市通行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城市卫视新闻的主要内容 更多的新闻消息请登陆ICTnews.com 我是小洛 关注城市卫视 每天与您相伴